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总 您先下 我等下一步 你下不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是那个新来报到的 你好 我叫崇飞 认识你 你好 我叫顾欣妍 认识你 各位 停一停啊 听我说 最近呢 我们设计部的工作进度乏力 还好 新鲜血液来了 这位是顾欣妍 让我们设计部的助理设计师 欣妍 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叫顾欣妍 很高兴可以在这里见到大家 以后还请大家嘟嘟观照 空子的座位可以随便坐 我还有点事先去忙 好 一会儿见 昨天慢走啊 欣妍 你好 我叫李明康 也是助理设计师 也好多管长 打打打打打 走开 走开 我跟你说 这个人很危险的 我们离他远点 你跟我走 我叫叶晓欣 你还是坐我旁边吧 叫安静明点 免得受这个人骚扰 我交给欣妍 不是 欣妍 我跟你说啊 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以后有事叫我 对了 欣妍啊 我能不能加你个微信啊 我扫你吧 好嘞 对了 顺便把你也拉进 我们的工作群里吧 好呀 有一些小群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也把你加进去呗 一些小群 有多少个群啊 二十九个吧 我们部门就这么一点人有二十九个群啊 我跟你说啊 这都算少的了 有一些部门更多呢 有几百个的都有 我也在 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也把你拉进去 不了 现在先不拉了 谢谢 我刚才看了林总的这个新品策划书 一望新品 光是前期广告费就要两千万 就 目前东晨的财务状况 你不是不知道 如果在新品前期上投入那么大的话 万一这个新品不被市场认可 我们公司怎么办 何去何从啊 各位 都是跟着东晨打拼多年的功臣 东晨能有今天 各位是有功劳的 但是 东晨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 买进卖出的投机商 如果我们再没有自主品牌的话 那东晨势必会被珠宝行业踢出局外 到时候 这种局面的发生 我认为各位是不希望看到的吧 我对你的简历还是非常满意的 在加拿大读的大学 我是在拉萨尔学院学的珠宝设计 你几岁过去的吧 你家人在那边吗 我是孤儿 从小被养父养母养大 他们是很早就移民了 秦宁啊 你听叔叔跟你说啊 我呢和阿姨和你爸爸妈妈 在加拿大拉萨尔学校 是同班同学 我们呢是国内第一批 出来学习珠宝设计的 大学毕业以后呢 你爸爸妈妈就回国创业去了 我和阿姨呢就到这里英国来打工 我呢虽然不知道你们家发生的事的真相 但是我相信 你爸爸妈妈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人 他们绝对不会为了钱 赃弃自己的工作 行了行了 你跟孩子说这些他听得懂吗 从现在开始起你就叫顾兴颜 记住了吗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打听你的事实 就是随便忘文 没关系 不愧是拉萨尔学院的毕业生 我们东城的创始人 也是拉萨尔学院毕业回来的 这是你设计的吗 这个是我大三时候的席座 非常好 谢谢 你这些席座我会仔细看看 尽快了解你的设计风格 好 去忙吧 谢谢丛总监 好 太巧了 有人说过一句话 永远别去赚最后一个通牌 做生意要懂得见好就说 李总的意思是要以望全面退缩吗 前十年珠宝行业的钱确实好赚 但我们不能把过去形态当做常态 以为单单以以望一个品牌 就可以给东城赢回整个市场 董事长就别绕弯子了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好 我开门见善 东城如今内需之政杆杆杆陈陆 我建议在东城品牌还具有影响力的时候 将其出生 我同意 我同意 我也同意 我反对 李总 先不要急着表态了 你听我讲完 亚盛是目前国内最具实力的投资公司之一 他们初步估算地收购东城的价值 就很可观 我知道 你只想要东城回到 以设计为主的老路上 但是需要一支世界级的珠宝设计团队 诸位你们应该清楚 培养这样一支团队 需要多少人力 需要多少物力 以望品牌的成功诸位有目共睹 但是 它能维持多少年还是未知数 当然 林总可以坚持通过其他渠道 获得资金支持 推出以望的新品上市 做生意马 归根结底 赚钱是最重要的 好 妈 我来看您了 你看 这是我的公牌 现在我也是东城的一分子了 妈 对不起 我没有听您的话 隐姓埋名在国外生活 那是因为我实在是太想您了 而且我也不相信 我妈妈会是一个触犯了法律的人 现在我已经进入东城了 我相信 随着我在东城职场一点一点的进阶 我一定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真相 把一切的事情都弄得清清楚楚的 我知道 您一直想让我成为一个幸福简单的平凡人 我答应您 我答应您 无论以后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一定会活成您希望的样子 董事会决定把东城卖了 卖了 你不要造谣啊 造谣会割舌头的 这种事怎么能造谣呢 这种大事 我一小小助理是能造谣得出来吗 可是 东城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珠宝公司 为什么要卖啊 效益不行了呗 那个不行啊 我是好不容易才应聘到东城来的 所以说资本家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他们当然是以利益为重 我当时啊 就是因为东城 我们才来上海的 我当时一拿到我的毕业转 就立马装好箱子 飞奔到上海来 立马应聘到东城了 这世界变得也太快了吧 那以后怎么办啊 就算公司改了名换了姓 你一小青不还叫一小青吗 你是不是该画图还画图 该自拍还自拍 该发朋友圈还发朋友圈 别想他 我听说 唐婉容董事长在世的时候 设计部可是他最看重的部门 所以说呀 叫成也唐总 败也唐总 怎么说 真想知道 他说呀 我跟你们说 当年东城在唐总的带领下 那绝对是珠宝界一匹黑马 大有一桶江湖之势 在时候咱这位唐总 虽说是一介女流 当年是懂设计 懂销售 不像你们是 好好好 但是 就在东城成为珠宝界的大哥之后 你们猜怎么的 怎么着啊 怎么着啊 唐总犯下了这一生 追悔莫及的错误 什么错误 什么错误啊 什么错误啊 是呀 你说呀 渴了 我心想 真没心 喝我的 谢了啊 接着说 集资买矿 我以为什么事就这事 我跟你们说 这事我也能跟你们聊 真的啊 我听说当时啊 唐总好像是被人骗了 买了一个 好像是不能商用的工业矿 这不完蛋了吗 咔嚓一下就进监狱了 你又知道了你 不是 你们想一想啊同志们 唐总像我说的那么精明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犯在这种事上 这里边绝对有猫腻 那你说说什么猫腻啊 什么猫腻啊 什么猫腻啊 那那个以我现在的技术能力 我还不太知道 我觉得就是你智商不行 总监 总监好 不知道就少造谣 你们不把心思用在设计上 天天在这八卦线有的没的 从总监 您是三朝元老啊 你给大家讲讲 肯定对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现在就给你们讲一讲稿位置责 三天之内 我要看到Evonne品牌 新一季的主打产品设计稿 三天 太夸张了 时间来不及 爱情啊这个 真的 如果拿不出来 上面扣我奖金 我就扣你们奖金 别人啊我们都很穷哪 我们的棉子跟林比吗 各位 这次的设计 关乎着东城的未来 也关乎着大家未来还能不能留在东城 不要以为天塌下来 由我们高层来顶着 你们就没事 不 我会把压力和风险均摊到每一个人的头上 绝不偏心 俗话讲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用兵一时 现在呢 就是你们为东城做点事的时候了 这一次你们所有人都要交作业 顾欣妍 虽然你刚入职也不能例外 散会 昨天再见啊 好难啊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我不活了 好难啊 好难啊 同志们 你们好好地想想动动猫子 唐总 像我说的那么精明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犯在这种事上 这里边绝对有猫腻 想什么呢 哦 丛总监 没想什么 我刚刚走了一下事 加把劲 你是我们的新生力量 好的 丛总监 各位 这次是高层下的使命 就算你们没有要当大设计师的理想 你们也该仔细看看自己的银行余额 我相信你们都不想背购奖金吧 那个 总监 这次我的设计是为了迎合巴洛克的主题风格 重点在于浮雕 选取靠马脑贝壳 配以珍珠做成 苏 苏木律 不要一提巴洛克就拿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糊弄我 什么年代了 公司要的是引领潮流的设计 是让人一看就想买的设计 对 还停留在原先的理念和水平 是不行的 你们得加速自己的成长 这样吧 这次谁的设计通过 我就向管理层申请 让他做这系列的主设计师 怎么样 这机会不错吧 这是真的吗 真的 我希望你们每个月努力赚到薪水以外 还有一种信念感 机会就给你们了 现在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一定加油 好 我也加油 来 哥 林哲 我这儿还有个会 离不开 你直接打个车到我给你那地址去 我这儿完了事就过来 好 不是 那哪个门啊 喂 喂 哥 这个不靠谱的 好 桃佑 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啊 在哪儿忙什么呢 你帮我拿一下好不好 好 谢谢 哎 哎 谢谢 什么叫做摊友啊 嗯 就是类似像 网友啊 球友啊一样的朋友 练摊时候认识 换单之家 欣言啊 按理说你今天第一天入职 我呢应该请你好好吃一顿 可是 我这马上要交下个记录的房租了 我这手里紧巴巴的 哎 要不这样 等我下个月发完工资啊 我请你好好去搓一顿 哎呀 小青 你入职比我早 怎么说你也算是半个前辈 应该是我请你才对 但是呢 我这个月也比较紧张 下个月 下个月我请 不过 欣言啊 你的学历 还有起点都比我高 我还是挺羡慕你的 你说我起点高 我给你小小地吐槽一下啊 你知道我们公司那林总经理吗 知道啊 我在进公司之前 等他结下过梁子 我派他把手机给丢了 啊 天哪 哎 那个林总 可是公司的铁外人物啊 就我刚入职那会儿 我亲眼看到他 一下子开到两个副总监 眼皮都没有眨一下 哦 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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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啊 你还说我起点比你高 拜托 我这起点甚至都不是从零分开始的 我是从负分开始的 所以说呢 你就更要比较了吗 是 负分起飞 嗯 不过我相信啊 这个城市一定会对我们这种小下面 越来越友好 对 而且我相信 我们总有一天会脱离租房大军 在上海这座大城市里面 总会有一闪闪发光的小窗户 是属于我们的 欣言 你该不会是我肚子里的小灰虫吧 这些就是我天天在脑子里想的呢 真的 你也这么想啊 真的 你看 这就是我们公司代言人拍的巨幅广告 我可是听说 他们都不吃饭的 一个苹果都能啃一天 欣言 欣言 你就别看了 这些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 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回去好好睡个美容觉 这样才有精力 再战 对 再战 嗯 走 好 头低点点 好漂亮啊 她的气质跟以往很契合 你看这个 好 八路快站住 都要在手上去吧 就放松一点 看这里 对 好 好的 曼姐 可以送工了 够了 大家辛苦了 呲曼 这是丹安集团的王总 这是丹安集团的王总 这是曲曼 你好 王总 今天身体不适 先告辞了 抱歉 很抱歉 林总 有时间一起喝一杯 好嘞 真惊人心的脾气啊 还真像传说中的 不是一般的丑 明星嘛 尤其到了他这咖位难免 这边行啊 王总您看啊 这个巴洛克珍珠 不同于圆润光滑的珍珠 每一颗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更符合现在人们 对自然的那种追求的理念 同时也是我们东城一贯的 设计理念 就是精致 也是以往的销售冠军 是啊 以往品牌的巴洛克系列 的确是不错 不管是得着切割工艺啊 还是浮调设计啊 都极具的奢务啊 足够繁复啊 好 好 好 王总 这是下一季的计划书 您看一看 两千万 太多了 以东城目前的状况来看 风险很大呀 当然 我的评估团队 要对风险进行评估以后 再给你答复 东城珠宝一直引领着 珠宝行业的潮流和趋势 三年前我们的服饰系列 带热了粉钻 两年前的情人节 我们的热恋 绝对是当季珠宝品牌的销售冠军 我问句话你别多些啊 您说的都是前些年的事情 这两年呢 不瞒你说 我得到的信息是 亚胜将强力收购东城珠宝 在这样的结果眼上 让我偷钱 我当然会很谨慎啊 恐怕我的董事会 会比我更谨慎 所以还请林总 您能够谅解 林总 林总 哥 小子啊搞得突然袭击 上礼拜还说是留在国外还是回国 这不还纠结呢吗 不纠结了 想明白了就回来了 跟个炸弹似的就废话了 弄得我都没时间给你好好租个房 先在这儿凑合住着吧 这儿离我那儿也近 我住你倒是就行啊 咱不用这么麻烦 得了吧 我怕你烦我 还是封开住 行吧 就强行给我断腿喽 怎么还没批啊 你跟她说 一百五十万这个预算已经是最低的了 不能再低了 你再催催催她啊 我说你堂堂一总经理 一百五十万的事你还管啊 走 喂 喂 你啊跟曲曼团队约一下 让曲曼把档极给流出来 然后你把以往的品牌整个系列啊 准备出一套样品来 随时准备着 好吧 爸 你怎么找我 哥 你就忙到没有时间 好好跟我说两句话 有的是时间了 我倒想问问你呢 你这个 这回回来是怎么规划的 我这还捣着时差呢 你就问我这么重要的问题啊 你怎么 带这么多这个回来了呀 好玩呗 其实也没什么规划 千千万万的海归大军 也不差我这一个 我不就是想 祖国的小笼包跟你了吗 所以就回来了 再说了 前边二十年的道 都是你给规划了 至于今后的道嘛 你就让我自己规划规划呗 你小子这嘴 是越来越能说了 我倒想看看 你是怎么给自己规划的 我今儿还有点事 咱俩改天再聊 早点睡啊 是的 哥 你慢点啊 好嘞 谢粉小笼包我回来了 他儿友我回来了 我不要给你关 什么 再说一遍 我不要给你关 不要给你关 我不要给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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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说你 你再说一点 我不要给你关 你快什么事 你快什么事 我打 你打我什么事 在关 我不要给你关 我要辛苦了 快说一遍 知道了 我要辛苦了 公司要的是引领潮流的设计 是让人一看就想买的设计 还停留在原先的理念和水平 是不行的 你们得加速自己的成长 老师 我遇到难题了 怎么了 那个亲爱的师傅我找到了 但是这个人的脾气很古怪 不管我开什么价格都谈不下来 你说的是宋诚吧 这个人呢 我只听说过 他是一个钻石痴 其他方面也不太了解 我觉得 要想说服他跟我们合作 不能用常规的商业手段 你尽好去了解一下 比如说他的脾气 秉性 爱好等等 这样可能能够找到一个方法 让他跟咱们东城合作 了解他 就是 投其所好 别理解歪了啊 我的意思是 找到心灵上的那把钥匙 懂吗 我明白了 我走了 嗯 小妮妮啊 妈妈刚才跟小菲叔叔说的话 你也听到了吧 这个道理妈妈希望你也学会啊 将来你长大了 在社会上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 你一定要了解对方的 兴趣爱好喜欢 这样才能打动别人 让别人帮助你啊 就好比说啊 现在呢 妈妈希望你画画 一定要用棒棒糖来激励你的医药 懂吗 好了 大婉容女士 我知道啦 我快画完了 你要加油 准备慢慢考 登登登登登 爸爸糖 皮膚 还没画完呢 还没画完呢 皮膚 还没画完呢 皮膚 皮膚 原来您早有遇见 董事长 林总在和戴安的王总碰头 她想说服王总 投资已旺品牌 谈得怎么样 不太乐观 亚盛收购东城的消息 已经扑了出去 影响很大 这是新一季的 已旺计划 是的 看来不是班亚齐搞的 她没这个水平 确实不是销售部做的 我听说啊 林毅已经很多次 在招生之前替换了销售部的方案 班亚齐他们那边 早已经怨声载道了 做得不好当然要换了 不过 这倒是替咱们拖住了林毅的后腿 她没有钱还怎么折腾已旺 董事长 您为什么 不直接叫停她这一季度的 推广计划呢 她是总经理 公司的经营由她来抓 她想为已旺拉投资 提升品牌价值 救活东城 又是张汉盈他们默认的事 但是没有张董的支持 我们的出售计划 就通不过董事会 懂了吧 我好像懂了董事长 行 咱们去见见那个 能力超级的班亚齐 走 林总能边有消息了吗 他们谈着 什么情况啊 我们的案子没问题啊 班总 咱们俩在这儿 又没用 林总不用我们的案子 说明我们案子还有很多不足 那你们就加油干吧 莫白 我记得通话 好 董事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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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林怎么来了 董事长好 投资商因为对新一季的 营销方案不满意 基本上拒绝了投资一望 诸位知道了吧 我想请问这是第几次了 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 对不起啊 董事长 我们立刻修改 我只想知道 这是谁做的方案 董事长 这个方案不是出自于我们销售部之手 是林总经理自己弄的 班总监 什么情况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案子做得不够好 所以林总才要决定临时更换 把你们的方案给我 给我回办公室 销售部的同事最近加班加点辛苦了 今天下班找个地方聚个餐 费用报给公司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我最喜欢的事 我会有待一下 我应该等待车 我们要带来 请你 我看你 有小偶物 我先离开 你 我每次都会 有两个人 同事 我会跟你生 从大总监 去赐有什么好东西要给我啊 这两张确实是不错啊 从总监的身份品位还是这么的好 还是老规矩 搞你拿回去 前往要收现金 完全没问题 这次价格翻一翻 好啊 我还是识货的 从总监什么时候在东城待不住了 就来我们璀璨珠宝吧 您一样 还是设计部总监 你们什么时候居然也有设计部了 不要计讽一个经常付钱给你的仰慕者 你来了 设计部不就有了吗 先走了 这里没有别人 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董事长 不是我愿意在背后打人家小报告 林总她觉得我们方案不好 没问题 她想自己做也没问题 但是谈不下来投资商 就想甩锅给我们销售部 这可不行啊 这个锅爱谁背谁背 我不背 但其实你们的方案我觉得挺不错的 稳扎稳打 林总可不这么觉得 那你想想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你得罪了她 或是有什么地方不尊重她了 你虽然是个女人 但是性子比较急 做事情呢 有时候也比较冲动 说话比较直 不过呢 林总对你 还是器重的 上次董事会里她还说 你虽然有些智能 但还是个可造之才 我智能 我从业到十年了 行了 行了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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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忍耐一下 董事会研究过 我们集团管理层有点老花 管理层年轻化是个慢慢推进的过程 是个时间问题 你有能力 我很看好你 董事长 您的意思是 所以把今天的事情忘了 好好向林总学习 以你的能力 接她的班也不是不可能的吗 你脑子抢了什么呀 学险这话题到底算了 学险这话题到底算了 学险题那么差 就知道是时光问题 大姐 干吗 不是 您要是这样打孩子的话 你会把他打坏的 打坏了你 还能花钱给他看医生是不是 我管我们这孩子 关你什么屁事啊 给我进去 够娘后都关心事 我看了 他怎么会变回了 上班 重新的设备 并非 确定是自己想不会 吃手 不容易 我会的 他在看医生 还有 我认识 我认识 你 白开水时间 喝白开水排涂 把杯女儿画什么呢 老师让我们每个人 为学校设计一个向灰 这些都不满意啊 这些都图太常见了 不给我想象力 我要设计一个 独一无二的向灰 可是你知道吗 想象力啊 不是衡量一个 好设计的唯一标准 它还要有设计师 对生活的态度 和生活的阅历 懂吗 你呀 只要凭着你对学校的感觉 画出你的直觉 画出你心目当中的校园 画出你快乐幸福的生活 一定就是最好的 懂吗 好的 妈妈 我再想一想 好 那就睡了 血液循环一下 你就想出来了 继续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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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小子 不安 小子 和人 这就是要 你 林总 林总 林山哥王总预推下 林山江州很为难的 我来跟他解释吧 王总 你好 王总 我没难住 不怪他 恕我没有提前预约 请坐 好 你去吧 我那一般是 在两个七点到两个公室 在周围的老总当中啊 我算是早了 没想到你今天比我更早 七点就到了别人的办公室 王总啊 我不请自来 你千万别介意啊 有些事情 我觉得我得跟你及时沟通一下 说吧 莫不是 又要劝我投资以往 正是 王总知道我和东晨的关系 以及东晨的创始人 唐婉荣女士对我有治愈之恩 只要我在东晨一天 我绝不会眼看着东晨被出售 谢谢 另外 以往的价值 就是王总也心智肚明 你说的都没错啊 可是这些仍然不能打动我 这样吗 投资金额不变 分红再涨五个点